论一个小混混被黑帮培养成警察后 是怎么反手把黑帮一锅端的 今天悟空给大家带来电影苏格拉底先生 一名警察在执法的时候牺牲了 警队同僚悲伤不已 黑帮老二震怒万分 因为这个人是自己派去警队的卧底 怎料卧底突然反水对自己人下手 幸好被他们及时铲除 不然就真的是自己挖坑自己跳了 没了一个卧底就得填补上一个 但筛选条件必须更改 必须是最冷酷最无情最无可救药的人渣中的人渣 冬鹤仿佛膝盖重剑 因为他正是这么一个人渣 父亲因犯偷窃罪入狱 他和弟弟从小相依为命 为了生存他加入黑社会 寻衅姿势是家常便饭 打架斗猴更是不在话下 有钱了去惹是生非 没钱了就跟蹲大牢的父亲伸手要钱 他浑身上下估计就只剩爱护弟弟这么一个优点了 冬鹤的混混朋友意外打死了人 想让他帮自己处理尸体 冬鹤虽然满口硬扯了下来 但他可没有傻到为了所谓的兄弟义气去沾人命案 于是转头掏出手机报警 可还没打完电话 他就被几个壮汉掳走了 跟他一样被莫名掳走的 还有另外几个小混混 他们都是被物色进卧底培训班 将来考警察的候选人 既然是考警察 基本的诗文断字得有 虽然冬鹤没念完高中就被开除了 但在这帮流氓混混里已经算高学历了 加上他够狠够刚 很快就通过了测试 紧接着被打晕带了下去 冬鹤怎么都想不到 这帮人大费周章的把自己弄过来 居然就是为了逼他学习 讲台上是负责教学的朴老师 和汉城大学的高材生 讲台下是时刻盯着他 不许开小差的四个打手 可这对他而言 比起说是在上课 不如说是在上行 一向负责黑帮卧底教学的朴老师自有高招 上课打瞌睡 立马被倒吊起来 按进水里醒神 学不好数学 那就得被靠在铁轨上 要么在火车开来前 答对数学题得到钥匙 要么就被碾成渣渣 要不怎么是朴老师在人渣堆里 挑出来的好苗子呢 冬鹤凭借着强大的心理素质 和还算灵活的脑袋瓜 在千军一发之际避开了火车 虽然时时被威胁 学习是他唯一的出路 但冬鹤依旧没有屈服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偷偷溜了出去 可才攀上大门 朴老师就拿着枪赶到了 冬鹤受不了了 上街时 他趁一名警察路过 立刻打碎店铺的橱窗玻璃 然后向警察投案自首 在他看来 蹲橘子都比在所谓的学校待着要好 可还没等他自在多久 黑帮也派人故意犯事 进橘子给他送学习笔记 冬鹤这边刚出牢 那边就进了土 如果不学就地活埋 要说呀 他也是个硬骨头的 遭了这么多罪 依旧不肯屈服 于是朴老师搬出了 他最大的杀手锏 冬鹤的弟弟 冬鹤加入黑社会的初衷 就是养活弟弟 怎料弟弟以他为榜样 也加入了黑帮 兄弟俩都在他们手上 冬鹤没法子 只能认他们柔圆搓扁 朴老师结合拳机教他物理 快问快答备送知识 冬鹤最后擦着及格线 通过了GD考试 但这远远不够 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 让冬鹤通过招警考试 冬鹤对于考警察这件事 并不排斥 甚至乐意至极 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他的三观已经开始重塑 虽然已经有了 惩恶扬善的观念 但在暴力环境中长大的他 依然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 当警察就能光明正大的打人 简直不要太朔啊 冬鹤最终如愿以偿地 当上了警察 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敲警 动不动就会碰到拽的258万的关系户 但在他看来 没有什么是一顿暴揍 解决不了的问题 虽然行之有效 但他也因此被称为警队的害群之马 可一个小小的交警 怎么打入警察内部呢 黑老二对此十分不满 为了让冬鹤快速换职 黑帮盯上了一个越狱逃犯 先警方一步把他抓了回来 只把他揍得求一夜告奶奶 宁可回去蹲大牢 也不愿意在这遭受折磨 朴老师表示完全可以 但需要他演一出戏 东鹤一到 逃犯就戏精上身 大喊大叫 装作被他压制打斗的样子 然后开开心心的被警察带走了 东鹤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成为了 从劫匪手上成功解救人质的英雄 然后势力成章的成为了一名刑警 第一天报到的时候 东鹤正赶上刑警队长 因为上次包庇黑道的事情 大动干货 没落得个好脸色不说 一来就被指派去找人 虽然除了一张照片外 什么信息都没有 但东鹤好歹曾经也是混过的 自然有自己的办法 他轻车熟路的 在混混常去的地方 盯上了一个长发男 上来就狠揍 揍完就说认错人 如此反复三次 长发男再也受不了了 但碍于对方这警察 也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联系照片上的混混算账 不料这其实是东鹤 故意下的套 就等人上钩了 当东鹤把混混抓来警局时 队长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这人跟泥秋一样难抓 没想到东鹤这么快就抓到了 为了对他进行进一步考察 队长又扔了些棘手的案子给他 好巧不巧的 其中一桩 就是当初东鹤那混混朋友 犯下的杀人案 于是东鹤直接上门 把他抓去警局自首 队长这下彻底没话说了 当即让他参与办案 这次的目标是把两个帮派 一举歼灭 帮派人多势众 队长正想打电话叫增援 却被东鹤阻止了 因为这样会打草惊蛇 帮派老大一定会率先跑掉 说完他就扛着铁棍混入其中 在两位老大即将握手 沿河时冲出来挥棍就打 和平的局面一下被搅乱 两个帮派瞬间扭打在了一起 当他们把对方都干趴下时 警方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了 队长这一下真的是心服口服 没想到这个警队出了名的害群之马 竟然比自己还会做警察 东鹤说自己从前的确是个烂人 但通过学习已经重获新生 苏格拉底那句法律就是法律 不管他有多么不受欢迎 更是成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座右铭 东鹤的一番自白 让队长对他刮目相看 不仅跟他称兄道弟 甚至坦诚自己想跟他一起合作 把包庇黑老大的检察官拉下马 黑帮要东鹤办的第一件事来了 黑老二要他以警察自卫的名义 铲除帮内的叛徒 这样一来能把叛徒的性命了结 二来帮派也不用承担杀人风险 干净利落一举两得 但东鹤始终下不了手 于是黑老二夺过他的警枪 干掉了叛徒 为了营造东鹤正当防备的假象 在他身上扎了一刀后 把刀上的指纹擦去 又塞回叛徒手里 东鹤这才深深意识到 自己根本算不上一名真正的警察 而是黑帮养的一条狗 回到警局后虽然队长嘴上怒斥东鹤违反命令擅自行动 但最后还是在报告上帮他掩盖了过去 东鹤不想就这样成为黑帮操纵的傀儡 于是把朴老师约出来见面 虽然朴老师是帮黑帮做事的 但他的的确确是把自己拉出泥潭的恩师 他跟朴老师坦白自己是重活一次的人 不想再活回从前的样子 他记得朴老师曾经说过 他跟自己一样也是被学校开除的 如果当初有能为他指明道路的老师 他不会活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自己很幸运拥有了他这样的老师 所以他想捣毁黑帮 既是为了让自己摆脱他们的控制 也是身为警察该有的职责 朴老师被他这番话深深的触动到了 其实他也不过是替黑帮训练狗的一条狗罢了 东赫比他要有志气的多 他把黑帮贩毒的证据交给了东赫 这是他唯一可以帮自己学生做的事情 东赫把证据交给队长 队长立刻吩咐警员 把所有关于黑老大的证据和线索整理出来 他就不信 这次递交的报告还会被黑心的检察官打回来 可检察官脸皮之后出乎他的意料 依旧以证据不足为由 驳回了他的抓捕申请 当他们俩愤怒离开之后 检察官跟黑老二通气 说他们帮理出了内鬼 黑老二很快把朴老师查了出来 将他调起上了私刑 对付完朴老师后 下一个就是东赫了 黑老二以东赫弟弟为威胁 把东赫狠狠地揍了一顿 教训完后又开始拉拢他 说如果俩人一起合作干大事 那将所向披靡 东赫不为所动 他把黑帮一个混混头目绑在铁轨上 要他交代出黑老大的地址 不说出来就等着被火车压成肉泥 得到了答案的 东赫跟队长一起 来到了黑老大的藏身之处 当着队长的面 黑老二拆穿了东赫卧底的身份 这出离间计时的庙 队长当即把枪对准了东赫 要他解释这一切 东赫十分镇定 反手就给了他几枪 杀了队长 等于是在他们面前表了忠心 所以在黑老二想对东赫下手的时候 黑老大阻止了他 黑老二早就不满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被这个老头子所操控 所以他开枪杀死了黑老大 和一旁的保镖 与此同时 警察包围了这里 他挟持东赫驾车出逃 虽然看上去东赫处于下风 但他毕竟是个狠人 很快就扭转了局势 东赫给自己系上安全带后 忽然猛打方向盘 撞上石柱 没有吸安全带的黑老二 在剧烈撞击下飞了出去 摔落在地 警察随即赶到 逮捕了黑老二 先前重弹的队长也赶了过来 把东赫搀扶出车 原来东赫知道队长身上穿了防弹衣 所以才顺势对他开了那几枪 他是卧底这件事 只有队长知道 但队长依旧选择替他隐瞒 让他在报告上写 是黑老二用东赫的枪打了队长 黑帮被铲除了 东赫开始操心起了弟弟的前程 在朴老师的魔鬼训练下 弟弟跟东赫一样 成为了一名警察 他们虽然拥有一个囚犯父亲 但好歹是没有走上他的老路 最终重获新生 成为了一个正直的人 东赫生于黑暗 长于黑暗 却在恩氏的教导下 在学习的道路上 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他可以不用为了背负生活的重担 而像渣子一样烂在泥浪里 这是一部充满了喜剧色彩的 警匪励志电影 徐而实习之 不亦悦乎 和法律就是法律 不管他有多么不受欢迎 这两句名言贯穿了整部电影 仿佛是特意为社会上 堕落的小混混拍的 通篇下来 就是在讲述一个道理 学习改变人生 知识就是力量 人生不会一直烂下去 只要你有改变的勇气 好了 这里是悟空闹电影 喜欢就点赞订阅一下吧